神仙好心把食物赠予人类享用 没想到人类却恩将仇报 把它做成了机器 最后人类只能自食恶果 这是一个蝗虫肆虑的时期 整片天空都被蝗虫笼罩着 蝗虫所到之术名不聊生 庄稼一秒就被害虫吃光 很多人因此被饿死 这个村子里的人 差不多都被蝗虫折磨得不成样子 村里的手里跪在地上仰天长啸 开始向天祈祷 希望可以让灾难早点过去 上天仿佛听到了首领的祈求 于是从天而降了一个神仙帮助他们 神仙给了首领一条鱼 首领开心的拿回去烹制 做好后拿给那些烟烟熄的村民们享用 可是一条鱼根本不够这么多人分的 于是第二天 首领带着他的子民们一起向上天祷告 神奇的是 神仙再一次从天而降 还是只给了他们一条鱼 村长还是像上次一样 白鱼先给坏又饿死的人吃 可是从这次之后 他们好像把神仙的施舍当作了理所当然 甚至还在空地上搭建了供奉神明的祭坛 只要没有吃的就会向上天祈祷 而神仙也大方的满足着这贪得热烟的人类 一次又一次的满足他们无理的要求 黄灾已经度过了 人们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座里的人口也越来越多 人们只想着向神仙索取 不劳而获 甚至还产生了罪恶的想法 这天他们像往常一样向神明索取食物 村长趁着神仙下降的时候掏出了藏在身上的弓箭 对着神明开始射箭 毫无准备的神仙被重重射了一箭 于是从天上掉了下来 随后村长又拿出他的40米长刀 砍下了神仙的手臂 并且做成一台机器 只要按下开关 就会有食物掉落下来 供人们享用 村民旺解决了温饱问题 村长又开始搞经济 他把神仙给他们的食物二次加工 还建立一座食品加工厂卖给人了 渐渐的村长积累了很多钱 还给自己盖了一栋摩天别墅 正当村长沉浸在金钱带给他的快乐的时候 一道天雷从天而降 披了他的豪宅 苏醒过来的神仙对村长这样的行为 感到失望的同时也非常愤怒 于是把村里的食品加工厂 以为平地还把村长吃进了肚子里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人类的欲望永远无法得到满足 一味的索取 不知道感恩的人终究会遭到报复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苗妹 把电影当故事讲给你听 关注苗妹说电影 看电影不明显